S4A 用S4A來做燈光調色盤 那 首先呢我們要準備三條 三PIN的杜邦排線 還有一條四PIN的杜邦排線 一個RGB的LED燈 還有三個 旋轉電位計 然後Arduino跟UNO 那我們先把 這個擴充板 感測器擴充板先把它裝起來 感測器擴充板可以方便我們做操作 然後再來呢 我們把 旋轉電位計 把杜邦線插上 習慣上的VCC都是紅色 Ground就是咖啡色 這是習慣用法 然後另外一條呢 就是訊號線 橘色 Ground VCC OK 好 那三條線都是一樣 好 好 那三條線都是一樣 好 那因為它的順序 剛好是GVS 剛好是GVS 所以我們剛好就可以把它放在A0到A5的速度端 GVS剛剛好 所以就是咖啡色 紅色 橘色 GVS 那我把這三個感測器直接 接在A0 A1跟A2 所以你用顏色就很好做分類 好 GVS 三個感測器都插好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做這個RGB LED的接線 那RGB LED 它這個是供應級的 所以我們的 就把習慣上 就把那個接地 咖啡色就接在GND 那另外三個呢 就是三個顏色的控制線 那三個顏色的控制線裡面 那個R就是紅色 G G是Green綠色 然後那個B是Blue藍色 所以呢 我們就把 把咖啡色接在接地的地方 那另外呢 另外三個就是三個顏色的控制線 那所以在另外這一頭 這個咖啡色的GND GND呢 我們就要接在G 這一排 這一排裡面的G 這一排裡面的G 任何一個其實都可以 然後另外三個呢 如果我們用 我們在這一次的專案裡面 我們是使用 類比輸出 那所以我們會使用到 使用到 5、6、9 5、6、9 5、6、9 那麼所以 這邊會使用到5、6、9 所以這個地方要插在5、6、9 那我先插一個G 另外三個插在 9號 5號 5號和6號 那這樣插好之後呢 待會呢我們就可以來 控制 那我先把線稍微整理一下 好 小心不要重疊齁 不然電路有可能會短路齁 好 然後這時候把 USB插上去 好 那各位看一下喔 好 那接著我們把 層次 打開 好 請把S4A層次打開 好 等它一下 等它抓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層次 那因為 我們先來測試一下那個 RGB的LED 那所以 我要控制 因為我放在5、6、9 所以我看一下 5、6、9 能不能正常 所以我先 好 5、6、9是類比控制 25是亮燈 好 藍燈正常 關掉 然後 6號 OK 綠燈正常 關掉 5號 好 紅燈正常 關掉 好 所以三個顏色都正常 那正常的話呢 我們先把它擺旁邊 那接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部分 Alog0 1、2 好 我們先看0 0應該是往右轉 有沒有 那個A0 數字變 從0變到1023 那 A1呢 也是可以從0到1023 好 然後 這個 A2也是一樣 好 所以這三個都正常 好 檢查正常完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做 要把這個數字 好 因為我們的輸出 在亮燈的部分 剛剛各位看到 Analog Analog569 它只能從0到255 所以不能有小數的產 不能有超過 超過255的情況 那這邊的數字 因為出的數字從0到1023 所以如果直接放進去呢 點燈就會有超過的情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所以如果一開始 我就讓它重複的執行 去點燈 好 比如說5號 5號去點燈嘛 好 那我如果直接把 A0的數字擺進來 好 這樣子事實上它是會超過的 那超過 255就會出現錯誤 所以因此呢 我們要做一個運算 把1023 好 把它收到255以內 那所以呢 我這邊 就要去調整 做一個簡單的調整 所以我們先把它 除以最大的數字 好 A0除以最大的數字 1023 然後除完之後呢 再乘以 它可用的最大數字 好 可以用的最大數字 好 所以乘號拉出來 好 這邊再乘以 255 好 好 那這個4折運算 加減乘除 乘除之後呢 可能會有小數產生 那我們這一個 Analog 在點燈的時候 0到255必須是整數 所以你要記得 把它4折5入一下 好 把它4折5入 好 把這個東西再放進來 好 放進來 其實它就可以 好 就可以調整那個5號燈 的亮度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好 當我 按直行的時候呢 這邊 紅燈就會亮 那紅燈是 好 對對對 好 A0嘛 我這邊是A0 所以我調整A0 我往右邊轉 好 A0就會越來越亮 就是紅燈會越來越亮 有沒有 OK 好 那 如果我們想看到那個A 這個數字是多少 好 其實很多種方法 那我可以直接產生一個變數 叫紅燈 好 然後呢 我就直接把這個紅燈 就一直設定為這個數字 好 就把剛剛那個 那個數字 讓它一直設定為紅燈的變數 那我點燈的時候 直接點紅燈 這樣就可以 好 這樣子也是可以 我們來試一下 好 一樣的結果 一樣的結果 但是呢 你在畫面上 就可以看到紅燈的亮度是多少 好 那所以 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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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 來把那個 另外兩個燈 也把它處理一下 好 複製 複製 好 把它複製成三個 那三個呢 第二個燈 我們就用A1 第三個燈 就A2 好 那一個人負責一個顏色 然後 6號 9號 好 那6號是什麼燈呢 好 6號是綠燈 所以這裡 就要改綠燈 所以我們再增加一個綠燈 好 那這邊點的就是綠燈 喔 所以你要把綠燈的值 設定為多少 然後這裡點的就是綠燈 那同樣的呢 還有一個藍燈 所以我產生一個變數 叫做藍燈 好 好 那所以這邊呢 A2 就是放進 數字就是放進 藍燈裡面 那同樣的我點 就要點藍燈 好 那這個紅燈就不要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把我們的 RGB的三個顏色把它做出來 好 所以 紅 藍 綠 好 我們執行一下 好 現在我把它通通轉 左邊轉到底 所以三個顏色應該都要歸零 好 三個顏色都歸零 好 現在只轉紅燈 好 縮起來 有沒有 來 轉綠燈 縮起來 藍燈 縮起來 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 RGB三顏色 的調整 RGB三顏色的調整 那如果說你想調出準確的顏色呢 在網頁上 網路上呢 有那個RGB的配色表 其實這些網頁呢 各位可以自己去參考 這邊有很多RGB網頁的配色表 好 那這邊會有 RGB的數字 那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準確的數字 那可是因為我們 RGB的LED燈 它其實在 2.1V 就幾乎就會全亮 所以 它的這個顏色並不會很準 比如說 好 我們隨便找個顏色 好 這RGB嘛 比如說 187252525 那它應該是淺藍色 那所以我這邊呢 應該藍色的部分是 187 大約 大約 187 然後255 255 所以我的顏色應該 大概是這個顏色 好 是不是有點像 其實有點接近 好 這個是今天的專題 RGB配色表